新精頭我Carol 先跟大家拜過年 祝大家兔年行大運 吐氣揚眉 心想事成 日日有口福 越吃越瘦 最緊要是身體健康 家庭和睦 和愛人恩恩愛愛 總之萬事好 究竟我來了哪裡呢 今天就新春行大運 我來了一間對於我來說比較遠 就去了Mississauga 即是墨市 墨市很噁心 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就想吃越南粉 我吃開的那間就不開門 我逢星期一休息 所以我就來了試另一間 原來它就在Mississauga的Charlotte Town 有一個叫中博城 我很大鄉里 其實我都未來過 我一會兒會拍一拍外面的環境給大家看 現在我就坐下了 叫了一碗粉 它都有一些石窩的粉 我一會兒看看它好不好吃 我就選了餐牌上面這個石窩的粉 我其實喜歡石窩就熱辣辣 特別今天天氣都挺冷的 除了石窩的材料 還可以選擇兩個配料 另外我就叫了一碗特別牛肉粉 先來到就是我想喝的越南咖啡 越南咖啡就是這樣的 當然我就叫了一杯我很喜歡喝的 越南咖啡 我都說我平時不喝咖啡 但我喜歡越南咖啡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濃 而且它有煉奶在裡面 不過現在我覺得很多越南的店舖 都不能滴漏咖啡 其實我喜歡以前 它有個壺在這裡讓你慢慢滴下去 感覺好些 它現在已經做好了 Anyways 我就試一下 很濃 很提神 都挺好吃 咖啡來了之後 不用5分鐘 就已經上了我想點的粉 就是這個石窩粉 石窩就熱辣辣的 它就分開上 就配這個粉和牛肉 我選的就是安格斯牛肉來的 我就叫了這個石窩的牛肉粉 我首先就把牛肉放進去 不然我就怕它不熟 它來到都是很滾熱辣 還有它有個石窩 也能補到溫度 看樣子也有很多材料 是很有趣的 這個石窩就叫了石窩 可以選擇多兩款不同的材料之外 還有它有個牛骨 牛骨就不算很大 但是扭著都是有些肉在那裡的 接著我就加了一些粉 加了一些粉 加了一些粉都很危險 又是滿到蛇 這樣 好 那我自己呢 就很喜歡平日吃的時候 然後呢 都是混合兩樣東西 又是這個海鮮醬 和這個士拉猜 就是混合去吃這樣 那我先試一下湯底 和原味 嗯 那個牛骨都很濃 但是又不至於濃得很厲害 那些中挺 嗯 好熱 好香 亦都有一些香料的味道 那它現在呢 就不能選擇 新鮮粉 不新鮮粉 所以這個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粉 我先試一下 這個就是普通粉 不是特別新鮮 那我就找回牛肉 那我就找回牛肉 那它的牛肉呢 很有趣 它的面上又加薑絲 我自己就很喜歡 它牛肉也不是太肥的 是屬於瘦瘦的那些 那些 牛肉的味道也挺濃的 那我再試一個牛丸 好熱的 嗯 這個牛丸是牛筋丸來的 都挺彈性的 其實它就配了一碟 剛才你也看到我拍的 就是芽菜啊 九層塔這些 那我就因為 忘了了 那我一會兒會放一點芽菜一起吃 那整體這碗粉呢 我都覺得不錯 吃越南粉呢 通常我都會叫這個 越南春卷的 那這個越南春卷呢 它就分兩條 或者四條的 我就叫了兩條的份量 那另外一個春卷呢 那剛才的樣子 我都覺得它挺紮實的 因為我很怕那些 餐廳呢 它做得很鬆散 一咬就碎開了 那我看到有些肉絲 蘿蔔絲 好像木耳絲 我先試一下 嗯 嗯 還有一些芋頭 那它的蔥丸皮都挺脆 挺好吃的 其實我去越南店 我都喜歡點這個 特別牛肉粉 那因為特別牛肉粉 那它叫做assorted 其實裡面就有很多不同的牛的部分 那還有我覺得最能試到 店裡的牛肉粉是可以不可以的 那所以這次呢 我都叫了一碗 那另外呢 就叫了一個 這個特別牛肉粉 特別牛肉粉的大大大小來的 這個 那它呢 它的份量都挺足的 那牛肉很多 那另外呢 就有這個牛柏葉 牛柏 牛柏 那樣都有些 那我試一下 其實這個湯底 就應該跟我剛才吃的那個是一樣的 嗯 又不同了 我覺得這個湯底是有少少不同的 這個是濃 但是是清一點的 還有它比較 怎麼說呢 它都很熱 就算它沒有石鍋 都非常之熱的 那另外還有牛筋 那那 那粉呢 其實應該跟剛才那個也是一樣的 嗯 那各有特色 看看你自己喜歡吃什麼 餐廳的座位呢 都屬於闊落的 還有都不算小的 那那服務方面呢 都OK啦 那來到那些上菜速度 亦都非常之迅速的 那我想你們住墨市的朋友呢 都可以多些來光顧啦 又或者好像我那樣 其實不是住在醫區的 但是其實開車過來都幾方便啦 或者下次經開去送機接機呀 甚至乎想著過來Square One Shopping 都OK的 那今天呢 我去完之後呢 就的確去了Square One Shopping一下 走一下大運啦 那就大概這裡距離Square One 就十幾分鐘啦 那我自己也都在這個 中國城的area 兜了個圈 那因為我第一次來啦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唐人的車幅市場 都幾大間的 那另外其他就 我想有一半的店鋪都是買越南菜的 那有些店鋪呢 就是買一些唐人野食呀 甜品呀 各樣都有些啦 那所以你們如果一離開呢 都可以來光顧一下的 那我也覺得這間越南粉都 有些誠意做得不錯的